黑色休旅車闖紅燈往前衝撞 騎士連人帶車噴飛五公直遠 倒在地上瞬間失去一室 第一時間駕駛把車往前開 停路邊下車關心傷者 46歲男騎士已經失去呼吸心跳 救護人員對他不停CPR急救 還有人幫忙打燈 很大聲 慢點 還好 然後他車速算有點快 凌晨一點多 機車騎士載了一整藍的奶油酥條 要去送貨 沒想到在南屯區文心路上 被闖紅燈的休旅車從後方中擊 整條路上散落破碎的奶油酥條 連肇事車輛擋風玻璃跟車頂 都卡著麵包碎屑 沒有 我就從女朋友家回出門 然後要去找朋友 我們都是綠燈 我們都是綠燈 有可能是燈太小顆 因為這種車燈比較小顆 所以你們兩個是同方向 同方向 28歲肇事駕駛沒有喝酒 一開始還不承認自己闖紅燈 聲稱沒看到前面有車 從女朋友家出來 趕著要再去找其他朋友 送貨騎士無辜被撞 開刀後送進加護病房 還沒脫離陷境 記者盧俊傑從後人一見台中報導